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U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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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今天跟你说了,我就是日常 下午就去活动了 然后呢,我先来自己做来吃的 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吃了 好好吃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整工作了 这都是切好了鸡排 我是直接会裹一下 倒到身上 没事 肯定很多人说为什么穿衬衫 因为这突然降温换季 然后炒菜又怕那个油弄到手上很疼 我就没有馋 我就怕冷沉沉穿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的同时 一会可以做别的菜 工具个人口味啊 我喜欢加点自然 那也可以过敏得咋 我知道怎么快熟的时候来加 那你炸起两面鸡就好了 我现在抽空时间先拌下一个 我现在是拌鸡蛋 然后就先紧鸡蛋 炸起蛋之后呢 锅然后呢 锅完就裹 っ 好了 这两面鸡划了 放油再开一点 小火之后 没有白焦粉 你就用黑焦粉 然后呢就把这一整块都放到米饭上面 放点盐 现在已经很脆很香了 先放到一边晾了一下 我教大家一个我每天早上吃鸡蛋 我自己的习惯 首先呢先煮几个鸡蛋 可以先弄好饭一点 香油要多一点 我吃香油会多一点 可以先生抽 抽油来一点 每个口味不一样我还会撒一点清水 然后呢等我鸡蛋好了之后 我就给你们看这个料撒上去就绝了 我帮我们自己剥个蛋 把勺子对半 再来 我给你吃 吃 我配 我一遍 我一遍 然后呢 那个饮料和饮 当然就是很接地气的 换起轻蹄 但这次买的蹄子比较少 一般会去剥掉蹄 然后当然这个太小了 剥皮浪费时间 所以钱一支 一般我是会用大杯子 但这个小杯就方便了 经常在下面抬起来 放两片柠檬片 四大锤 绿茶 简简单单的门移就来了